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姐妹今天就来护理一下这个 沙田柚 这一排过去都是沙田柚的 我现在还没开花才种了两年多 你看这个树根 剩了那么深的泥巴 我要把它连头拔起来 这样它就不会走地方了 它一长会长很多 首先把这些草串掉了之后 那时候虚肥 它就不会跟沙田柚产肥料了 你们是不是想对三哥啊 我们村的那些小孩 想说来我家找那个鱼网 鱼网都坏了 你们看一下鱼网那个水鱼 哇好大一个啊 今天又浮下来 晒太阳了 我看看应该差不多有四斤大吧 我回去看看 走了 嘿 死猫 看到我家大鹅叫了 我家就知道有客人来了 好 好 你们有没有来 那是桂林的 桂林的 桂林的朋友啊 他说里面是豆腐鱼 好吃啊桂林豆腐鱼 好知名啊 那我就收上了 好久了 哈哈哈哈 谢谢你啊 哈哈 那边钓啊 上面那张啊 放个很小条啊 下面那张很大 哇 今天看一下 跌不跌的鱼 哈哈哈哈 看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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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钓鱼 来我家钓鱼的 是啊 哎呀 他跑不出了 跑不出了 跑不出了 平时的地方要做 哈哈 但是他们还是来我 平时钓的地方 他们都有装备了 但我家的只有这些 哈哈 这个钓不到大鱼的 只能钓那些鲁飞鱼啊 哎呀 我都收过了 哎呀 我都收过了 我的饭鱼啊 你得想大鱼呢 韩国 韩人朋友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拿着用鱼手啊 用鱼手啊 你看我 我钓到鱼了 好钓了啊 哈哈 钓到鱼了 哈哈 这位子太踢了 我太怕踢了 哈哈 哈哈 你看这位装备都是专业钓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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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还是同意吃 我是金鱼 我是金鱼 我今天呢 就是钓不过它们 因为它们的钓鱼竿比较厉害 我还去盖我的笼活去 让它们在这里慢慢钓啊 但是如果有150张才能够通质 放一层 然后一直用鱼狱鱼来 放一层 在里面 时尚 一层 可以 好了 九哥好想来PK 人家都钓了好多 他都没上钓过 那我就先回去了 他们也准备回家 我叫他们在这边吃饭 他们要赶时间 所以改天 上一期来吧 大家好 我们今天就帮这个一连幽梦啊来走路爬上来 因为他会越长越多的 这样爬上来会跟着这个竹竿 这条竹竿一到时候会 一排过去掉下来很漂亮的 刚开启的时候要给他 绑上来爬 然后他就会慢慢爬过去了 好了 我要给他爬了这个厨房一圈 这是长的都要收剪一下 这样一排过来 给他这些风风轻轻的吹 他就会摇来摆动的很好看 好久没有做一点心来吃了 今天就做一点红角糯米糕 现在先把这个糯米蒸泡一下 大概要泡几个小时吧 已经泡了几个小时了 这个糯米 到了主要在蒸的时候呢 它就会很软很糯 红角还有这些是 怎么提啊 葡萄干 只要把这些红角还有葡萄干的 清洗一下 为了口感都好 我就把这个糯米放一点白糖 把它吃起来有点甜 如果喜欢吃咸就放盐 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 拌好了就把它一层层的铺上来 然后就放一层层的葡萄干 再铺铺这个米上来 还有把这个红角把它铺开 就把这些红角又摆上来 还要把这个上下的这个葡萄干撒上来 好了可以了 现在就放下去蒸了 好了已经全都铺好了 就放下来蒸 大概蒸半个小时就要完 可以了 可以了连火都没了 等它凉冻的时候再把它去想用一片片的吧 我现在就把它脱模 好烫啊 哎哟啊 哈哈哈哈 这个葡萄干的味道要少吃的味道 嗯很好 嗯 这糯米饭很糯很香 这加上要加了一点的白桥 还有这个葡萄干红角 配合搭配真的不错 这个葡萄干呢 吃起来呢 就会给这个糯米没有那么腻 嗯 好了 今天的红角葡萄干糯米糕啊 就完成了 剩下这一点呢 吃完我再把它吃成一整块 确实口感不错啊 如果大家喜欢吃的话 就在家里面就又简单又营养啊 真的不错啊 嗯 哼 要尝试一下 哼 那我们上去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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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